房地合一稅2.03毒 朝野联手打炒房 7月1号起个人与法人 只有房屋未满两年卖房 最高课税45% 持有超过两年 未满五年脱手 则是从现行的20% 提高到35% 只有五年以上 与限制15%相同 房仲坎言部分建案 因此出现溢价空间 南部的某些区域性 它可能过去榜 比如说科技园区 或者是一些建设的议题 价格或者是交易量会紧缩 比较大这个让利的一个空间 那甚至呢 可能就是平准 或者是小赔 不可能这样就得价 所有建材成本 土地成本 所有的物价上涨 怎么可能价格会下 正常经营的业者 把它自行把它打乱掉 觉得这样子很吃亡 为了少数人的选票 牺牲了这么多的房地产 坦育的业者的生存 虽然房地产业者跳脚 但只要只有五年以上 刑法影响相对缩小 网友质疑 这不过是让房子更贵而已 暴年涨更多 而根据统计到109年底 持有四户以上自然人 约44.1万人 持有十户以上自然人 则有1747人 立委质疑 没有囤房税 房地合一税 不过是打假球 只要口袋够深 大户还是不动如山 超过四户以上的 那你把平均是五点多 五点四户 把人更离辅 超过四户的 四户的有25.2户 大户口袋深的 意义不大 因为我就把 就摆着一下而已 对不对 放久一点 然后就不会就逃掉了 重点是同伴税 房地合一税上路第二季 溢价空间变大 但只要卖得够快货 财力雄厚根本不用怕 只靠交易税就想抑制 房价恐怕 效果不如预期 剪较贵零县线台北采访报道